今天跟大家寫一個很划算的 日式燒肉或當飯 配這個半自助餐 究竟有多划算呢? 當飯最便宜$38 已經有一個不錯的日式當飯 再配一個麵士湯 另外如果你想升級 任飲任食的話 可以加$20 配沙律酒和飲品 無限暢飲 再貴一點 加$48 就可以沙律酒和甜品 任飲任食 即是正食當飯最便宜$38 如果想喝東西 吃沙律酒的話 加多$20 再想吃雪糕、雪條、甜品的話 加$48 就已經包了你 所有沙律酒和飲品 還有甜品、雪糕、雪糕、雪條 任飲任食 我今天吃的就是這間 和牛燒肉一郎 這間店其實都有好幾間分店 我今天路過去在銅鑼灣的分店 見到有當飯的優惠 一於上去試試 這間餐廳的位置 相當方便 在銅鑼灣最中心的區域 銅鑼灣廣場 對面的這個位置 如果搭港鐵過來的話 撕出口 一出到街之後 對面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位置 旁邊有間麥當勞 搭升降機上去 就是餐廳所作的位置 餐廳的環境就是這樣 都算挺新鮮市鮮的 我去的平日午市 下著大雨 人客不算太多 今次我就一人用餐 還給了一張 基本上可以坐六個人的桌子 超大的一張桌子 午餐的選擇 其實都頗豐富 除了我剛才說的牛當飯之外 還有其他的選擇 給大家看看 牛的當飯有三款 分別就是和牛三色當 配溫泉蛋 還有 芝士和牛漢堡當 配日本蛋 還有 一朗特製牛當 三款 我吃的時候 都叫做特價 三十八元 不過我不知道是否每間分店 我去這間銅鑼灣分店 就做三十八元的優惠 接著我就升級了 四十八元 配沙律酒吧 飲品和甜品 任飲任食 如果不吃甜品的話 加二十元都可以 就有沙律酒吧和飲品 任飲任食 另外 亦都有其他的定食選擇 選擇上都蠻豐富 主要就是燒肉的定食 最便宜的就是 豚辣肉 48元 100g 68元 200g 雞腿肉 68元 200g 接著 古蹟牛外環鑑膜 還有 蔥花牛舌 100g 68元 200g 118 牛辣肉 100g 98元 200g 138元 雞和豚 組合 各80g 68元 各150g 98元 靚仔些 這個拼盤 有齊 牛里隻 豚辣肉 雞腿肉 各60g 88元 各100g 138元 接著有些高級少少的 就由 178元 到298元 大家可以看看 另外還有些加配優惠 如果鹽太少的話 放題也可以 不過相對就會貴一點 90分鐘的放題 由198元 到288元 不等 我選擇便宜的 就是這個 芝士和牛漢寶丹 配日本蛋 38元 再加升級48元 配沙律巴 飲品 甜品 任飲任食 不過這裡的限時 相對就少些 一個小時 當作一個普通的午餐 都可以 但如果想慢慢坐慢慢吃 就不太適合 選擇上 挺不錯的 由48元 到百多元 不等 就視乎你選擇的肉類 大家可以看看 就已經配了前菜 味噌湯 和白飯 亦可以加20元 或者加48元 配沙律巴 飲品 和甜品 好 先和大家看看 外面自助區 有什麼食物的選擇 飲品 除了一般的 冠狀飲品之外 亦有些 特色少少的飲品 好似這一組的飲品機 色彩繽紛 有蘋果汁 菠蘿青瓜美人水 白桃汁 粉紅檸檬梳打 橙汁 甘吉美人水 和利賓納 另外 還有這些咖啡機 相對是高級少少的咖啡機 看看 還有自己沖的茶 等等 選擇上 蠻不錯 蠻豐富的 另外一個自助沙律巴 一眼看完 就是這裏 有 多款的蔬菜 車蠻茄 車蠻茄 粟米 還有 紫椰菜 紫洋蔥 溫室青瓜 紅心蘿蔔 椰菜 和甘筍 配幾款不同的醬汁 調味 但是這個沙律巴 有個不好處 就是一個位置 是一個凹凹 基本上 站一兩個人 已經悶了 第三個人想站上去 都不行 我都站在旁邊 等了很久 因為前面那兩個 選了很久 另外 最重點 就是加這個 18 分才有的 甜品放題 為什麼 貴多二三十元 我都要加呢 因為 它有多款的日本 雪條 任吃 我想吃兩三支都補數 所以就加了這個放題 又和大家看看 有多款日本牌子的雪條 好像有這個 名字的藍莓宇樂味雪條 名字的海鹽荔枝雪條 井村屋的牛奶金時雪條 乳治金時雪條 還有這些 好像鯛魚燒 等等 大家可以看看 除了這些雪條之外 還有一部軟雪糕機 就是後面的這一部 另外 還有幾款的甜品 就是在汽水櫃下面的這個位置 都是普通的杯杯甜品 好了 我都是會讓我拿些 做人來 首先 飲品 都是大陸選擇 有些罐裝的汽水 喝完一罐 又一罐 還有這些自己針的 我都試了幾款 蘋果汁 就是普通的蘋果汁 這個就是一般的 接著這個粉紅檸檬梳打 可以的 挺清新 不過甜 另外一個甘吉味人水 都有甘吉味 都不錯 亦都是不算太甜的 可以的 飲品我就試了幾款 另外一個沙律巴 基本上各款的沙律菜都新鮮 還有少許特色 色彩又繽紛 不錯的 大家看看 我就拿了這一盒 挺好 接著 再來一個主菜 就是這個 芝士和牛漢寶湯 配日本蛋 賣相就是這樣 都挺靚仔的精味 靚靚的蛋 加一塊和牛漢寶 再加少許芝士 這樣一碗 賣相相當不錯 味道呢 用些蛋汁拌入飯裡 不錯的 漢寶扒 就在這裏 都有肉汁 少許芝士味 挺香 不錯 拌飯吃一流 正 另外一個餐 就配了一碗麵士湯 正常的麵士湯 普普通通 沒什麼特別 最後最後 當然是吃甜品 首先 相對普通一點 就是這些甜品 三款 我三款都有拿的 分別有這個 牛奶布丁 石板街 和這個 檸檬紀念杯 它其實有寫到日期 可以擠到幾時 感覺上 好像好些 味道方面 其實我覺得是普通的 檸檬紀念杯 和牛奶布丁 質地都一般 好水 石板街 相對不錯 挺濃的巧克力味 這個可以的 而最重點 就是這些雪條 日本牌子的雪條 任吃 我一個人 好像都吃了四五枝 厲害 不過是小小枝 好像比外面買小小 各款的味道都不錯 這些 牛奶味多香 有些紅豆 另外這個 藍莓味也不錯 然後這隻 藍色的 就是傳統吃開的味道 大家有吃過就知道什麼味道 好像果汁冰的味道 而這款海鹽荔枝味 淡淡的荔枝香 都不錯 還有這款 外形獨特 好像鯛魚燒一樣 一個鯛魚型的雪糕 雪糕就是普通的雪糕餡 另外還有一些 類似豆沙餡 和朱古力餡 在裡面 幾重的口感 外觀獨特 不錯 吃完一枝 又一枝 可是這$48 加的底 外面買也差不多 另外還有一款軟雪糕 就這個 有些少許配料可以加進去 不過這個雪糕 質地相對一般 主工也是這些枝莊的雪糕 雪糕不夠滑 質感一般 這個一般 賣單 一位 一個餐 再加 48 元 升級放題 總共 就 95 元 都幾抵 整體滿意 當飯質素不錯 飲品都幾好 甜品又有多款日本雪條 全部都幾好 想便宜一點的話 就這樣 當飯 38 元 要上飲品和沙律巴 都是加 20 元 再加上沙律巴 飲品和甜品 喝飲飲食 都是在額外加多 28 元 相當抵食 為自由方便 都幾推介大家來試試 下次再和大家試試過 記得按讚